上飞机前呐 我还得琢磨 来这一趟啊 总得带点什么回去 带他两件衣服 有照片呢 拿一两张照片 好歹留个念想嘛 可现在觉着 我又没见过他穿这些衣服的样子了 照相的时候我也不在 就算我把这些物件都带回去 天天看着 有什么意思呢 多练几次就学会了 将来啊 学会这个 都师范的手艺 去 як时去 体力量 去 这也有一个同学 如果你认识 去 今天 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想法 这就会是 我这个礼拜不刚完成一部没有 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连搞了四天 而且这一部把我搞得很疲劳 因为什么 因为我也是第一 第一次感觉到有点又累脑又累心 但是我说我英文不是那么好 所以说你全部要讲英文的话 对我来说呢可能有压力 我也有压力 你们有压力 为什么呢 因为我怕耽误你们的拍摄进度 那导演说我不管 我的作品我就要演员最棒 知道吗 对 我说你要 我说你可是在赌啊 他说我赌定了 他能看到赢的希望 对 所以就变 我还建议他 我说有没有可能改成中文演的 他说 你想想看 你演的是出租车的司机 日本人 你拉的那个客人 一个是电影演员 他去试镜 但是呢 他虽然长得像中国人 可他是韩国人 然后呢 全是长得看起来都 然后你又 你那个从那个 把他送到那以后 又拉走一个客人 那个客人呢 是个导演 他是美国人 你说你们之间 如果要是说中文 是不是 我说甚至不合理 对对对 也就是说 从剧本上来说 没有 没有选择 也是个短片 也是个短片 差不多他可能大概说 二十来分钟的样子 比较长一点的 是讲的一个什么故事 听起来不错 你是一个主线是吧 你这个主线 对对对 他主要是 讲的是 他好像 就是说 有点 我感觉上啊 那个意识流的东西 比较好 OK 没有 那不是那种 你想他的电影名字 你就能听出来啊 叫啥 他翻译成中文叫 远处有一棵棕榈树 是不是有点那个 很诗意的 很那个 对对 就不是那种 听起来不是那么激烈 打得我都不是那种感觉的 所以呢 他在电影 那个 对 我大概能猜到 他那种感觉 就是洛杉矶嘛 多元化 是吧 棕榈树可能代表了洛杉矶 没错 对洛杉矶里面 虽然大家可能长得都一样 但完全背景是不一样 而且都是说 从不同的国家 来到美国的一些移民 OK 他们在这里边 所发生的一些碰撞 对 通过这个出租车 那个Uber 是出租车 对 那这个你也熟 所以 那个导演问我 你会开车吗 我说 我说刚好你这决策 需要开车 我说我要坐过Uber司机 哇 他是太好了 你又有这方面的亲身经历 对 你平时接就各种这种客 所以说呢 他跟我以往的演的角色呢 性格上来说呢 反差比较大一点 原因就是说 基本上很多人都觉得 我是那种很那个 严肃的 那个装重的 那种形象多 那 Uber司机呢 就不是了 你要闷闷不乐的话 对吧 你对客人 客人也会 也会 complain 对对对 而且的话 你还没有小费 所以我那个时候 我自己的本身的 切身经验 就是说 不管这个人 好不好 nice不nice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为他提供服务了 他高兴 然后他给你小费 对 这是最终的 然后给他给你好评 结果怎么办呢 那就变成 每一个客人 我都会下意识的 就跟他们聊天 虽然我英文不是很棒 但是反正就跟他们 胡说八道 对对对 他也能听懂 我也能听懂 就OK了 我有的是经常 一车子老外 给他们逗得嘎嘎大笑 我自己都觉得 莫名其妙 但是我有时 我也是 有时用我们中国人的幽默 有的时候用在英文上 也挺好 他们也是感觉意想不到 他能感受到 你那种情绪 你这么乎 他也是这样的感受 所以说 有的时候 但是也是很累 有的时候跟客人 一路一撂 半个钟头 你这一天 你接多少客人 多累啊 我做了一年 都差不多接了 一万多客人 里面其中只有 大概六七百个 是中国人 对 你开出去的 其他的话全都是 没法预计的 你去不同个区 还接不同的客人 对 可是 好的客人 他也是 哇 你跟他聊够了 他聊美了 他说sorry 我身上今天 没有零钱 他说我下一次 刚好他家是个死路 到前面还得调楼回来 等我再调楼回来 他就从家里跑出来 拿钱出来了 对 然后又拿出 二十块钱来给我 告诉我这个 他超约我 Thank you so much 那这个就非常有意义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在我受到这个 Uber司机的时候呢 我就马上就给自己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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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念 就说 哦 这个不能像我以往演其他的那个角色一样 那这一定是要一个 呃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严肃 但是我也要尽量的活泼 这是你的职业 你你你你 对 尽量的活泼 尽量的说 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开心 嗯 对吧 好像我拉开始第一个客人 他就不开心 不开心 原因是什么呢 嗯 他在车上背台词 嗯 我就认为他在跟我讲话 哦 我一讲话 那个客人就就就就不高兴了 打岔了 说你在跟我说话吗 哈哈 啊 对不起 我我可能是我的错 我可能声音太大了 我在 读台词 我在读台词 跟你没关系 嗯 误会了 但是呢 他又觉得看那个人也眼熟 嗯 就说 你 你真的不认得我了吗 哦 你还以为真的 你真的不认得我了吗 对 对 对 就是说 哎 对 那 等我拉那个导演的时候呢 嗯 导演也是 知道吗 有心思 本来我也是不 不那个 很烦的 等半天 很烦躁 哇 终于 终于看那个人 像 知道吗 嗯 嗯 啊 有人问 耶 OK Come please 哦 我最后 上了 嗯 上了 上车也是闷闷不乐 嗯 后来 后来 我就说你怎么了 他就在那儿就抱怨 啊 现在的年轻人哪 什么什么什么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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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一大推 嗯 他那意思说 他在给年轻人拍戏的时候 那些人不懂得生活 做戏做不出来 他说 他们又不高兴 嗯 就开始 巴拉一大推 嗯 那我就还要跟他讲 啊 不是 你看 你对年轻人哪 要应该有耐心一点 对不对 对 对啊 你 你 你 哎 你说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嗯 嗯 嗯 what do you do 嗯 他说是导演 啊 you company big boss 嗯 做大公司的 当大老板 嗯 他说 哦 no I'm a director 哈哈 他说 哦 他也是演员 导演 哦 导演 director director I'm director 哦 哦 director OK I like director 我喜欢你 又跟他就 又聊起来 嗯 巴拉巴巴巴巴 说了一大堆他的东西 嗯 说完他以后 哎 他就问我怎么回事 那我就开始讲我的故事 嗯 嗯 我就给他讲我的故事 嗯 他是听了完了以后 哎 中途呢 还拿我找对 嗯 然后我说 哎 我说你 这就不对了 你看 我跟你说的是我私人的故事 你不能拿我心开心呢 哦 哦 哦 跟他这段还蛮长 对啊 完了以后等后来 还没到地儿了 他说哎 你停下车 干嘛 他 导演嘛 看见好风景了 他就想把他这个留下来 所以他就停车 翘车就沾了自己的笔画 哇 就选顶去了 嗯 让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还没到地儿了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 嗯 然后 后来我说哎 哎你既然那么啊 对事业那么追求 哎你能不能把我的故事也写个电影啊 啊 他说你那故事 太平庸了 哦 他还这么说 我的故事太平庸了 然后 哈哈哈 就是说他里边 就是他整个这个故事情节里呢 很生活 对 但是呢 哎 又有很那个 碰撞很多 很多很多的碰撞的东西 那么 我本身也给自己一个 这个 演出定位的时候呢 把这个角色一下子定成那种 嗯 活泼型的 有的时候就说哎 你小子 猜啊 猜他的心事 对 你这个 是不是怎么了 哎 你是不是你心里有着他 嗯 知道吗 然后我就说哎 他就说怎么折扎了 你把 我说哎 这样 啊 哎 你 他说我演戏的说吧 可能因为我在美国太久了吧 可能是我的问题 嗯 他我那个市境没过过 没过关 他就不开心嘛 嗯 在车上就 然后就发牢骚嘛 那嘛 后来我们就哎 停车在那三 在黄山岳岭去走路 哦 哎哎哎 哦 昨天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这么大一条蛇呀 啊啊啊 真的 小尾车 对啊 嗯 他挺吓人的 嗯 然后他就说 我就跟他讲这个东西啊 就是你这个 能不能那个 就说哎 你别那么 叫俊呢 嗯 嗯 他说放松点 他说应该是我的 应该是我的事情了 嗯 可能我在美国待太久了 嗯 嗯 所以呢 导演才会有这种感念 我导演怎么说 导演说我太美国话了 嗯 你知道吗 嗯 按道理讲 我们平时在处理这个情节是 嗯 哦 啊 孙女太美国话了 就很平常 嗯 嗯 知道吗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出租司机呢 嗯 他就不这么准备了 嗯 他认为 不太 他妈这 这也太可笑了 嗯 啊 嗯 都还满身坑 嗯 哎 操你 还都很难 嗯 嗯 嗯 就是 我 他太美国话了 这也太好可笑了 什么问题 这个 嗯 哎 你你告诉告诉我 我不我不太明白 不懂 是吧 就是他一下子把那个 把他的心结给解开了 心结解开了 而且你从演员那个表演上 嗯 让他 高低 嗯 就是哎 一下那个层次也要把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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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片子不错 是个学生片吗 他是个学生 他是个啊 应该算是他本身还是学生 但他不属于学校的作品 哦 自己的 他属于校外自己搞的一个独立片 不错 不错 对 是华 华裔导演吗 嗯 是华裔导演 哦 对 这这种片蛮有意思 特别是在洛杉矶 还有现在这种那么多元的 所以我我跟他讲 我说你这个 嗯 故事情节我看过以后啊 嗯 我觉得你已经超出了那个学生的思路 嗯 嗯 对 啊 嗯 我说你还要读多久 他说还要读一年读 啊 我说这还不是你毕业作品 嗯 我说那你再来了不得 对对对 对吧 因为你的思路很开阔 是啊 对 我觉得这个 我一听我就觉得有意思 所以他就觉得他说 我这个戏哈 按理讲 三个普通的人 嗯 没有什么 非常惊心动魄的故事内容 嗯 但是 如果这三个演员 演技都很棒的话 嗯 都配合的很默契的话 嗯 那这个作品出来以后 就看起来还是很有意思 对 对 啊 是 就是说 比较考验演员的演技 嗯 嗯 啊 那么就是说 看你们怎么那些微小的地方啊 细节啊 你们怎么去处理 嗯 对 这样车厢里面一个狭小的空间 对 产生很大的这种冲突 不同的人进来 带着不同的故事 不同的情绪 对 对对 然后再有你这个 在中间 那个那个就是调节是吧 对 所以这个不单是一个司机 还是个情感调节师 还真是 还专门停下车跟他就聊 还真是这样 嗯 所以说最后 哎 等他走的时候 那个内心还觉得 哎 还有点 意 意不舍 那感觉 哎 挺有意思 就是 帮到了别人 是吧 一个是帮到别人 嗯 他也是感觉到 就是说 哎 就是说 导演的意思就是说 人 除了这个 男女情爱以外 嗯 这个男人 跟男人之间 女人跟女人之间 这个有一道以后 也会有一种感情在里面 嗯 对 这情感是 对 情感 所以说 他也是有讲这方面的这个感受 嗯 嗯 嗯 对 我就特别期待这种 片子 就 打破一些 原来的比较固定的一些模式 去尝试一些新的 对对对对 之前我有个朋友 他也写了一个这样的剧本 他讲的是后视镜 就也是车上 也是Uber司机 嗯 他所有都是那个司机的视角 他还没有那么广 多的视角 他就从后视镜 不是看到后面吗 就是比较比较单一的 对 但是就更加 狭小去放大了很多东西 就 因为你进来的人都是一个故事 进来就是一个故事 没错没错 进来就是一个故事 五花八门 嗯 那 因为我在坐Uber司机的时候 也是碰到千七百怪的客人 嗯 有的人很nice 很好 对 有的人很坏 对 不是中国人坏 老外也是一样 都有都有都有 对 我也开过两个 他上了车以后 他就他就 他就骗你 他他就 呃 哎 完了以后 哎 我说你怎么 cancel掉了 啊没事 我告诉你怎么开 我前走 前面第二路口 就是这样 我说你这是张田一啊 你把这个order你已经cancel了 然后你就让我拉你走 嗯 对不对 那他是不打算另外给钱 对啊 所以说我说我他不他那那也是喝酒了嗯 晚上那时候都两点多钟嗯喝多了也是嗯 然后我让他下车又不下嗯最后我就跟他吵我说你再不下我就叫警察来了嗯嗯 让他吓到了是吧 他也不下嗯 最后也是也是对遇到这种就挺麻烦 我之前开车我也遇到一个蛮有意思的一开始能感觉到他喝了酒话也比较多一开始会有点紧张就觉得怕他会有些乱来对乱来 嗯但其实他挺搞笑挺好玩他跟你聊聊聊然后他看问你是中国人哦中国人他说我对于那个李小龙很很喜欢我不是他确实讲出很多东西最后你知道那个车费才二十多块钱他给了三十块的小费不知道是不是看错钱了他开心的时候他会会这样子对对对对那个Andy哥的这个故事啊不光是电影啊还是他以前舞蹈的故事做舞者的 的故事还是现在做演员还有演的各种角色那故事是真的是太多了对前年去乔治亚州斯芳娜那边拍的其实那一部片是我第一部英文片你说去那个乔治亚州那边对乔治亚州去拍的那部剧那个他也是没办法改是因为那个小孙女是ABC嗯也就是说他出从小出生就在美国嗯然后爸妈 又忙没有人教他中文所以他只能讲英文嗯那我的角色呢演他的爷爷说一个老移民也只能讲英文嗯后来我说他也是呃找了很多的演员然后的话我说你们你们叫我去不合适这么远啊会给你们增加很多费用 嗯嗯他说嗯他说说实话啊我们知道是费用会增加嗯但是我们为了保证作品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好演员嗯我说你们都不应该可以找到的嗯他说我们在纽约找了嗯没有嗯 嗯在乔治亚州找了嗯没有嗯在乔治亚州找了也没有嗯最后还好是一个朋友提醒我嗯说你可以到洛杉矶去找嗯嗯他说我洛杉矶也也不是那么熟啊嗯后来说哎给你那个我我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嗯你过去找嗯结果人家找他介绍来这边那边一下就把我给推荐过去了嗯我说他就要求跟我视频一下哈 啊做一个那个纵嗯嗯然后纵不上一见面儿导演说哇比我想象的还好完了以后就跟他开那他把剧本发过来让我看着跟他对一对台词啊嗯哎对了几句对完以后不行孙老师定了就是您了我说那个我说你那个发过来这个整个就是剧本全部都是英文的嗯我说你拍戏是用英文还是中文嗯 嗯他说英文我说那拜拜我说我说我不想弄英文的太累你知道吗有时发音不准的什么的老得纠正可麻烦了嗯他说哦您呀先来嗯实在不行了咱们改成中文的嗯我说好吧还有备案什么备案的就是拍完了以后拍了一个多星期嘛那拍完那部片子拍完以后我突然 反应过来了嗯我说道遠你把我给骗了他说我怎么骗你了你跟我说你跟我说我过来以后你改成中文剧本我那不就凶凶多了吗结果电影拍完了一句中文没有嗯他说有一句啊那你不搞定了吗我哪有一句啊他说你不是跟你女儿说保重啊我说可以保重这这这这剧本里就有这一句啊哈哈哈哈对不对也就是说他每一次嗯他是每一段拍之前他告诉我孙老师你先试 试试哦先试试他让我试试啊结果都ok结果我就试嗯一试的话呢哪里有不对的地方呢旁边就有那个唇老外他们就给我纠正嗯他就 呸呸呸呸呸就告我嘴型怎么翻译嗯我就按照他那个说法哎说几遍啊你老师导演就看吧就这样一段一段就这样对这导演也挺灵活的啊 要一段一段就换过来不他最关键是看到了你这个演你演得好女演的话其实 对你能带进去容易再说呢就是说你本来演的不是一个纯正的说英文的你是有口音是没有问题的有些慢点啊 你看我上一个片子演那个日本人除此司机哈嗯那个那个如果说我发音不准就没事嗯为什么因为他导演在剧本里强调了这个人有亚洲口音嗯 嗯这外来人嘛哎所以我万一哪里哪里说的不准确他说这都没关系 大概大致上别人听懂就对嘿嘿嘿这是那种状态对了情绪对了但是我还是而且他这个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呃 他这个戏的那个台词太多了多到就是说包括我以前那个领弦主演的片子比我那个的台词都多两到三倍嗯况且又全是英文的哎呦这包那那你现在好了你现在这个打通了哎真的有好处啊绝对他前天那个昨天那个导演发消息说哎呀谢谢孙老师您辛苦了哈 嗯让您那个受累哎呀哎呀我说没有我说啊其实呢要按理说呢呃我还真是在这其中啊受益了嗯他说怎么呢嗯我说这么跟你讲嘛我就这两天啊嗯拍完那个戏以后因为每天要被大量的台词嘛嗯就这两天啊嗯我突然发现经文我不管是在在在网上嗯还是在手机上嗯还是说呃看某个那个那个 呃呃呃老外的那个视频嗯我就突然一下子听懂了很多而且一看的话又明白了很多哦这句话这意思嗯他说我说我就是说他给我这个启发嗯比我在学校学上三个月的他四个都都都都都这实际的啊对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就突然一下就开窍是嗯嗯肯定是的所以将来你这个英文的续位越来越多 哈哈然后越来越来越没什么问题其实啊这之前的话我推掉大量的英文片子啊啊呃英文只有一个状态下我接嗯广告哈哈哈 为什么呢少嘛呃一个是广告的台词少嗯嗯对吧嗯呃再一个呢就是说呃即使就是说 有的时候呃有的时候呃有的时候呃有的时候他们找我我就我一看这个外国导演我不理的嗯一次不理的两次不理的有的时候他气儿不锁真追你啊三次四次嗯嗯知道吗嗯他就非常地去嗯我说那我就那我就OK吧我说我我我我英文不好我自己不想受罪 嗯嗯嗯熊咩嗯哈哈嗯¿urischke Rudy то Bob for story he told me 你知道吗我们给你这个角色是不说话的角色었는데ahhahaha 他看到老外导演就以为要说英文我就需要你表演就行嗯嗯你只要表演给我到位就行嗯嗯嗯所以后来我跟好多老外合作以后哈们都是有啊嗯嗯嗯华e Anybody 嗯 就是疫情之前那時候 那時候他們有拍一部長片 然後他也是一個老外的拍的 然後他就找我去 在裡面給做一個角色 然後在拍的時候 那個老外就一直那樣 那種眼神看著我 後來他就跟那個製片人就說 他說 我做了幾十年電影了 但是我從來沒想到 中國人裡還有這麼好的演員 你知道嗎 你說為什麼 他要什麼 我給他什麼 他讓我也是這麼給 我就這麼給 他讓我那麼給我那麼給 反正就說 他說你要再熱情點 我再親切一點 然後他就說 一下子就 他就覺得 他說 我還真是沒有碰到過 這麼好用的演員 他說我要什麼 他就給我什麼 他說我真的 那這些方面 你覺得是你之前 舞蹈的對你的幫助很大呢 還是說 你覺得你就是熱愛表演 或者你表演方面 你就有這種感覺 說心裡話 你說 談熱愛表演 這個我倒是沒有 沒有什麼 因為你一開始都說 拒絕 我拒絕的 我並不是說 那我不像很多演員 是說 哎呀我就是喜歡演電影 那我還不是這個狀態 因為你作為那個 因為你作為那個 就是說你作為那個舞蹈演員的時候 跟這個表演他反差太大了 所以根本就沒有借鑒的可能 但是他有給你一個 就是說 但是我也有感 也有感 也有感覺到 必定 就說 雖然他表演 方法不同 嗯 但必定 在理解 藝術作品上 嗯 他給我打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嗯 必定有幾十年的基礎 從 根基還是 從十一歲 十歲十一歲 那時候就就開始就接触了 嗯 對吧 就是做了 幾乎就是做了一輩子的 藝術了 嗯 所以說 起碼 能放開 起碼有一點 嗯 那導演 給你看著東西 看劇本以後 你看完以後 你能比別人可能更快的理解 嗯 接下來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說 你理解之後 你可能會更加準確的 嗯 把導演所要的東西 嗯 準確的回饋給他 嗯 這就是說 為什麼很多導演喜歡你 原因就在這裡 嗯 哪一個導演不喜歡 嗯 對不對 對 一點就當 一說就夠 嗯 我開始最初的時候 我有拍那個 那時候我們在拍那叫 那個叫什麼 紅旗啊什麼 拍那個舞蹈學校的事情 我是演的學校校長 嗯 北京舞蹈學校那時候演 那時候演 後來我就發現啊 哎 長部戲 雖然我是配角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 我說這個導演很便心啊 很便心 啊 他說怎麼呢 我說他一會兒給這個 給這個拍戲 給那個拍戲 從頭到尾電影拍完 他也沒給我拍過戲 你看 我說他很便心 他不管我 啊 因為你省心了 你已經到位了 後來導演說 孫老師您可真不認識